第十七章 大淫婦的刑罰 拿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前來對我說 你到這裏來 我將坐在眾水上的大淫婦 所要受的刑罰指給你看 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 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亂的酒 我被聖靈感動 天使帶我到曠野去 我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珠紅色的壽上 那壽有七頭十角片體有蝕毒的名號 那女人穿著紫色和珠紅色的衣服 用金紙、寶石、珍珠為裝飾 首拿金杯 杯中盛滿了可憎之物 就是他淫亂的污衛 在他額上有名寫著說 奧備哉 大巴比倫 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武 我又看見那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 和為耶穌作見證之人的血 我看見他就大大的欺其 解明女人和所騎之獸的奧備 天使對我說 你為什麽欺其呢 我要將這女人和陀著他的那七頭十角獸的奧備告訴你 你所看見的獸 先前有如今沒有 將要從毛底坑裡上來 又要歸於沉淪 凡住在地上 明智從創世以來 沒有記在生命策上的 見先前有如今沒有 以後再有的獸 就必欺其 智慧的心在此 可以思想 那七頭 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 又是七位王 五位已經傾倒了 一位還在 一位還沒有來到 他來的時候 必須暫時存留 那先前有如今沒有的獸 就是第八位 他也和那七位同列 並且歸於沉淪 你所看見的那十角 就是十王 他們還沒有得獸 他們還沒有得獸 但他們一時之間 要和獸同得權兵與王一揚 他們同心合意 將自己的能力權兵給那獸 高揚得獸 高揚得獸 他們與高揚爭 高揚必勝過他們 因為高揚是萬主之主 萬王之王 同著高揚得獸 就是蒙照被損 有忠心得 也必得勝 天使又對我說 你所看見那淫婦 坐的眾水 就是多文 多仁 多國 多方 你所看見的那十角 與獸 必勝這淫婦 使他冷落赤身 又要吃他的肉 用火將他燒盡 因為上帝使諸王同心合意 遵行他的旨意 把自己的國吸那獸 直等到上帝的話都應驗了 你所看見的那女人 就是管核地上眾王的大聖